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9月26號 星期二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大勢已去 親共僑領突然撤銷起訴閻麗夢 美國與太平洋島國首腦會面 應對中共威脅 學者表示 臺灣可處以分力 中共代表團施壓各國 要求抵制聲援黎智英活動 還是拜託您在節目開始之前先幫我們點個讚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觀眾朋友 歡迎您訂閱希望之聲的頻道 這樣就不會錯過每天的最新消息 來看詳細內容 近日 逃亡美國的前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病毒學者閻麗夢 在播客網上發表文章 回顧他與紐約親共僑領梁冠軍的官司表示 中共用反亞裔仇恨的政治正確來侵蝕美國自由 而梁冠軍在中共大力的扶持下 在美國專門迫害正義人士和信仰團體 去年5月 梁冠軍以美國美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主席的身份 投訴逃亡美國的病毒學者閻麗夢 說他宣揚病毒人造論 導致並加劇了對華裔社區的歧視和仇恨犯罪 目的是針對中共政府 聲稱閻麗夢的言行給他造成了嚴重的精神困擾 非常害怕受到騷擾和身體傷害 要求閻麗夢全額賠償他所遭受的一切損害 梁冠軍還起訴了多達50名幫助閻麗夢談論中共病毒起源的人 其中包括路德 福克斯新聞 塔克卡爾森 前國會眾議員 布魯克斯等等 然而梁冠軍多次沒能將訴訟文書送達閻麗夢 不滿足法院對送達的要求 法官因此在同年的9月份下令 如果在一個月內未能成功送達 這項訴訟將會被駁回 隨後他的律師才向法院提交了送達通知 但閻麗夢在今年1月份提交給法庭的文件中揭露梁冠軍提交的是一份欺詐文件 按照他的追蹤號去查 會看到顯示被UPS拒收 並在去年11月26日退回寄見人 他本人還是透過推特上的消息才得知了這起訴訟的存在 他表示 要參加今年9月18日的證據聽證會 並且有信心用證據回擊梁冠軍 結果8月25日梁冠軍突然要求自願撤案 最終9月10日左右案件終止 閻麗夢贏了 有爆料說 梁冠軍是中共在美國特務的一號人物 上面就是汪洋 由梁本人出面訴訟 說明那些在美國的中共特務已經被習近平放棄了 梁冠軍1982年偷渡到美國 據消息人士說 梁冠軍從建築材料到信用品 保健品到更多種類的商品 見什麼來錢就做什麼 甚至在佛具裡面藏毒品 船運進美國 1999年9月份 梁冠軍突然成為了中共的大紅人 被紐約華人社團聯合總會選為主席 從江澤民到習近平 中共黨魁曾不止一次接見他 1999年7月20日 江澤民發動史無前例的鎮壓法輪功的運動之後 在海外投入了大量的資金攻擊法輪功 中共海外統戰工作的重點 轉為配合中共鎮壓法輪功 2000年12月 中共駐紐約領事館連續在法拉盛和華部兩個華人聚集處 舉辦批鬥法輪功的座談會 梁冠軍宣稱對法輪功不能心辭手軟 2003年6月23日 紐約華部移動9樓外 梁冠軍等親共僑領 對在9樓外發放法輪功真相材料的法輪功學員進行圍攻和毆打 導致了多位法輪功學員受傷 梁冠軍等人因此被控毆打 攻擊 合謀 誹謗 蓄意造成精神傷害罪 違反民權法六項罪名 當天 中領館竟然發聲明大力讚揚梁冠軍的違憂行為 資深媒體人安清表示 我認為梁冠軍就是中共在紐約的代理人 凡是中共在海外打壓的對象 他都是充當急先鋒 比如說在法輪功的問題上 2003年的7月 在僑團歡送當時的中共駐紐約總領事 張鴻喜雷刃的晚宴上 他就在講話中就說 在潔癖法輪功的活動中 紐約僑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 2019年7月份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過境紐約時 梁冠軍在現場指揮並帶頭和親共僑團的人 當街毆打臺橋 港橋 梁冠軍擔任中共華裔總商會的會長已經10年 去年在紐約中領館的指定下 擔任了紐約中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的主席 查詢工商資料顯示 梁冠軍早期10年當中買下了10棟樓 當中有來自中共的金圓 自2002年以來 美國司法部已經對多起涉及中共代理人的案件 提出了指控 目前有多名親共的僑領被抓 例如 洛杉磯天津橋嶺陳軍 林峰 波士頓合統會會長梁立堂 紐約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秘書長王淑君 山東同鄉會前會長安全忠 紐約華人社區橋嶺蘇祖奇 德州合統會主席梁承韻等等 安清表示 解體中共十日可待 這是一個趨勢 任何人改變不了 我認為在中共垮台的時候 也是梁冠軍之類的悲慘之事 在這裡我想奉勸那些還追隨中共的利益者們 不要為了一點點的迎頭小力而出賣自己的良心 你們就是中共的一個棋子 當中共覺得你們已經沒有利用的價值的時候 也就是中共拋棄你們的時候 希望早日認清中共的本質 脫離中共 摒棄中共才有未來 這週 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舉行了 和太平洋島國領導人的第二次峰會 旨在加深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參與 25日 美國宣布與太平洋島國 庫克群島和紐埃正式建交 增加太平洋島國赴美交流的人數 並且宣布了新的投資和未來的投資目的 拜登表示 在今年 美國將派遣專門用於和太平洋島國 合作與訓練的首支海岸警衛隊船 並將和四方安全對話夥伴 一起投資1100多萬美元 為這個地區打造最先進的海域感知技術 長期以來 中共政府在太平洋地區的滲透 潛移默化 介入當地的投資甚至干預選舉 美國官員表示 目前當局 重新重視和太平洋島國的關係 與中共擴充影響力的做法密切相關 而同時 業界認為 所羅門群島總理索加瓦雷沒有與會 側面反映出中共在這個地區的影響作用 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王洪仁對希望之聲表示 在太平洋地區 澳洲是主要的國家 如果在未來中共跟所羅門真的簽訂軍事協議 以後在所羅門 中共解放軍可以駐軍的話 其他南太平洋島國也可能會效仿 它對澳洲就會有威脅 當然對美國威脅更直接 威脅到美國在南太平洋的影響力 在這個情況下 南太平洋的局勢 可能會變得南海化 因此美國和盟友需要穩定局面 他表示 中共在南海的海域 它是從人造島礁開始 它現在用借用租用的方式 它的對象是緊密監控 跟美國在阿庫斯成員裡面的澳洲 當然澳洲跟英國的關係緊密 這個就會潛入到 英美之間軍事上面的合作關係 所以說希望把這個洞先補起來 接下來我覺得還是要透過美國跟澳洲 一起繼續穩定住這些南太平洋國家 當然這個不可能一天兩天的事情 還是看比較長期的 就是說美澳之間長期 要怎麼樣去固守這些島國 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王洪仁也贊同 美國介入這個地區局勢 有利於台灣的發展 和擴展國際空間的說法 他表示 其實台灣在很多非邦交國有援助計畫 加上民間企業長期在做的 就是聯合國也在講的 永續發展的目標 幫助太平洋島國的生存問題 農業問題 教育方面等領域 台灣外交部下面 有一個財團法人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就是專門在做這個事情 他說 台灣想一些方法來配合美國 來去製造機會 一起來跟這些南太平洋國家合作 怎麼樣去面對這些挑戰 當然這是會增加這些在地的人民 政治人物對台灣的好感 另外台灣跟這些國家一樣 都是所謂的海島國家 可能遇到的這種規劃治理政策問題 拜登這次特別講到他們的氣候特使 John Carey都很關心這些南太平洋國家 面臨到這些氣候問題 台灣其實也一樣 所以台灣可以去經驗分享 可以一起跟他們合作 這個當然就會對台灣的擴展國際空間有幫助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 9月26日 香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遭港府關押滿1000天 他的兒子黎崇恩為了讓父親獲得自由 四處奔走 在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場邊 舉辦聲援活動 竟遭中共政府施壓阻撓 要求各國抵制活動 路透社指出 一封在聯合國外交官之間流傳的信函顯示 中共當局正在敦促各國 抵制在聯合國辦事處舉行的 香港媒體自由活動 這場活動是由英國方面籌辦 四名外交官26日證實收到了這封信函 活動將於27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會議場邊舉行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將進行為期五週的會議 75歲的黎智英 被控違反港版國安法等多項罪名 自2020年12月31日關押至今 已經滿1000天 報導說 信函內容顯示 中共代表團要求各國 不要以任何方式參與這場活動 還提到 涉港議題屬中國內政 不容外部干涉 目前有四名外交官證實 他們收到了這封信函 其中三人表示 中共外交官也單獨聯繫了一些國家 要求不要以任何方式 參加或支持這場活動 然而另外一份文件顯示 迄今至少有22個國家共同贊助了這場活動 包括美國法國以及德國在內 印度陸軍參謀長潘德在26日表示 隨著全球對中共地緣威脅的擔憂日益加劇 印度致力於維護印太地區的自由和穩定 所有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都需要受到尊重 潘德在印度和美國主辦的印太陸軍參謀長會議上發表聲明 他說 雖然印太地區各國正在努力實現區域自由 但我們正在目睹國家間的爭奪和競爭 他暗指中共加強了在這個地區的不穩定因素 美聯社指出 來自30個國家的陸軍參謀長和代表團 將參加為期兩天的活動 這個活動在27日結束 會議的重點是加強美印軍事外交與合作 促進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潘德和美國陸軍參謀長喬治 是這次會議的主要發言人 當在新聞發布會上被問及中國的擴張時 喬治表示 印太地區是美國的一個關鍵優先事項 這就是我們來到這裡的原因 也是我們在這裡進行更多演習的原因 這是為了實現優先目的 這次會議證明的是我們的團結和承諾 目前中共政府在東海、南海和台灣海峽的舉動 引發了鄰近國家的強烈不滿 而中印兩國的領土爭議也在不斷惡化 近日 三名來自印度阿魯納切爾邦的運動員 因為兩國的主權爭端 無法出席杭州的亞運會引發極大的爭議 潘德在陸軍參謀長會議的開幕式上表示 印度的焦點集中在和平解決爭端 避免使用軍事武力和遵守國際法 他補充說 除了海上安全挑戰之外 印太地區還面臨著陸地安全等問題 包括領土爭端和人為擴張島嶼獲得土地 建立軍事設施等行徑 這些說法是針對中共在印度爭議邊境 與南海人工造島的舉動 26日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說 如果美國堅持向土耳其提供F-16戰鬥機的承諾 土耳其議會將批准瑞典加入北約組織 彭博社指出 之前美國表示 批准瑞典加入北約 是美方同意向土耳其出售戰機的先決條件 目前土耳其的拖延仍是瑞典加入北約的主要障礙 阿爾多安26日對記者表示 我希望 只要美國信守承諾 我們的議會也將繼續忠於所做的承諾 土耳其在7月份承諾 進一步擴大北歐國家的會員資格 以換取購買新型F-16戰鬥機的資格 阿爾多安的言論突顯了土耳其 對處理瑞典加入北約的態度的演變 土耳其希望迅速解決 關於華盛頓批准購買F-16戰鬥機的談判 不過在這之前 以新澤西州民主黨參議員 梅嫩德斯為首的美國立法者 阻止了談判取得進展 阿爾多安表示 上週針對參議員的腐敗指控 給土耳其創造了優勢 因為腐敗指控 梅嫩德斯暫時辭去了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瑞典希望加入北約以阻止俄國的任何侵略 在2022年初 俄國入侵烏克蘭之後 瑞典與鄰國芬蘭一起提出了申請 並在4月份受到絕大多數北約成員國的歡迎 不過由於所有的成員國都必須就加入新成員達成一致 所以瑞典需要土耳其和匈牙利的批准才能通過 以上就是這期的每日頭條了 如果您喜歡今天節目的話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訂閱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希望智聲TV開通了會員網站內容豐富 每個月只需要1美元 您的每一份贊助都能幫助我們 創作出更多精彩的內容 也是對良心媒體最大的支持 歡迎您訂閱希望智聲TV的會員網站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明天節目再見 明天節目 明天節目